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前一阵子有粉丝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绑定LinePay支付有没有哪些高回馈的卡片 所以今天就是回应大家的需求 所以我特别就是整理了一集节目 来跟大家聊聊2022年下半年绑定LinePay 有没有哪些高回馈的信用卡可以使用呢 进入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的index 一开始我会跟大家聊聊就是绑定LinePay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 还有一些心法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准备了超过18组 有18组的卡片来提供给你参考 如果中间有一些你觉得不错的 就赶快申请下来使用吧 最后就是简单的结论 好,来第一张,不是,挑卡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你要挑选的是免得勉强高回馈的卡片 怎么说呢 因为有一些卡片的优惠 它其实是要你去做月月登陆 那甚至你还有这个限量名额的部分 如果你抢不到的话呢 怎么刷都是没有回馈的 所以这个你要特别去注意 所以这种的话我就会比较后面再去使用它 我会优先使用就是原本卡片就有优惠的 第二个 请你挑选喜欢的回馈模式使用 因为不是每一张信用卡刷卡都是回馈LinePay 点数,其实只有三张而已 其他的都是回馈现金回馈啊 或者是现金基点啊 有的甚至是将来N点 好,所以你要看你自己喜欢的回馈模式 挑选使用 而不是说每一张卡片都会回馈LinePay 点数,这是没有的 第三的话呢 你可以挑选没有低销的卡片使用 其实有蛮多卡片都是有这个要求要最低消费 比如说 GoGo卡他就要求要低销5000块 你平常一个月就是赚两三万块钱 怎么可能全部都挤在这张卡片刷5000 有点难 所以这种卡片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刷那么多 就请你放税流 那甚至有一些也是有3000块的门槛啊 比如说凯基摩拜卡也有3000块的门槛 然后像那个合库的卡片也有不少都是有要求你刷3000的 那这种的话呢 有点太困难的 你觉得有压力就不要去使用它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挑卡的注意事项就是这三个心法 如果你都有去注意 而且去了解的话呢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挑出非常适合自己的卡片 那我们就来进入主题 就是推荐的超过十组的高回馈卡片 那第一个呢 我们先从低回馈的开始讲 这个联邦银行赖点卡呢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有跟大家介绍过 你在海外有3%其实也算很好用了 那它绑定在LinePay里面做支付 就是国内就2%海外就3% 那海外直接刷也有3% 所以不一定要把卡片就是绑定在LinePay扫码支付 不一定 那它的活动规则呢 是从2022年的1月1号到2022年的12月31号 回馈的机制就是LinePay点数 所以这个应该不太困难 海外就是直接3%点数回馈无上限 提醒你就是一定要绑定联邦银行的账户 来做自动扣角 是不是NewNewBank都没有关系 那你这样才能够拿到国内的1.5加0.5的 这个0.5的海 这个LinePay点数加码 免年费门槛很简单 绑定LinePay支付加上电子账单 就不用缴年费了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做到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码申请 最简单 下一张 玉山Uber卡 玉山Uber卡 我们之前在缴费的单元也跟大家聊过 这张卡片其实只要是非实体过卡 包括行动支付 就有3%的现金回馈 那它比较特别是 它虽然说给你是刷卡金 但是是在当期结账的时候 就直接把你的这个刷卡 玉山Uber卡给直接入在里面 就直接抵掉了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 现在国内很少有银行直接给你 就是当期折抵账单的 大概只有玉山Uber卡做得到 所以它还算是非常好用的 那一样每个月就是账单结账周期 刷1万块以内都是3% 超过的话就没有了 所以你大概抓个3万块以内 直接绑定直接刷 直接都是3% 包括你放在接口里面 讲中华电信的电话费 也是有3%回归的 所以这个是蛮好的 那免年费门槛很简单 账单一化或者是年年有消费 年年免年费 所以这个不困难 那现在这个我们有一个 玉山Uber卡的纠团活动 到7月31号之前吧 每个人有上车的话 新户我就多给500积分 你有兴趣的话 就是去看我们的MGM活动 那你就是可以来办卡跟参加活动 不错 8月之后就没了 那就算了 你就选适合自己的卡片来申请 就好了 下一张台北富邦J卡跟JU卡 这张卡片其实 这两三年来 基本上都是很多人 人手一张的卡片 大概新户有3.5%的 LinePost点数回馈 旧户的话呢 也有3%的LinePost点数回馈 也不错 活动期间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新户的话就是1%再加上2.5% 然后每个月上限就是5000每一个人 如果你是旧户的话 一样就是1%再加上2% 那每个月上限一样也是5000点 所以回退一下 大概就是新户一个月可以刷20万 可以刷半年 旧户的话呢 就是每个月可以刷25万 可以拿到最高就是3%的回馈 所以这点 如果你觉得一个月都不会刷到50万 不会刷到25万 那这张卡片你还是可以持续使用 我觉得是OK的 那注意事项的部分就是说 新户要绑定富邦账户自动扣角 才能够有这个额外的加码0.5 所以你如果要拿到最高的权益 就是记得那个台北富邦银行的那个 什么my money户头 你就顺便再开一开 然后有些投资理财 如果你想做就一起做 基本上这样子你才能够就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那一样绑定来配支付加电子账单 就不用缴年费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不困难的 但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旧户 旧户的话就是稳稳的用3%就可以了 下一张 华南爱网购生活卡 所以这张卡片 我们可能没有跟大家介绍过 但是这张卡片其实它也算是蛮无脑好用的 怎么说呢 它其实之前有一个2020年冬奥款 然后它有最高20%的行动致富 就包括在台湾配里面有这么高的回馈 那现在取而代之的就是SN1信用卡 所以如果你有2020冬奥款 这个卡片的话呢 现在也叫做华南爱网购生活卡 那你把它绑定在LiPay里面有最高3.5% 这3.5%怎么来呢 就是每个月1万元以内最高有2.5%回馈 那如果你有用SNY的账户自动扣角 再给你1%的刷卡金回馈 所以最高就是有3.5%的刷卡金回馈 所以一定要绑定SNY账户自动扣角 有需要的话请你赶快扫码开户 因为有这个SNY数位账户之后 你来使用它的信用卡会比较如鱼得水 那一样有申请电子账单之后 你有不现金的消费 其实都是可以就是抵免年费的啦 像我自己本身有4-5张华南银行的顶级卡 比如说的万尊融卡之类的 它每年都会产生年费 大概这个月也有1万2的年费 那我都打电话就跟他讲说 这个年费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吗 他们马上都帮我减免了 只是说这是系统会产生年费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没有认刷一笔的话 你在下一期的账单 就是下一个年度的账单还是会出现 那你只要打电话跟银行讲 他们也是很愿意帮你做减免的 所以这是个人的经验分享啦 好下一张 张银买勒卡 张银买勒卡以前是 好像是不分平假日都有高额回馈 那现在做一个区分 就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 7月1号到12月31号 它平日1到5 做LinePay支付 行动支付的部分只有3%回馈 那你可以刷6666元 那如果你是在6跟日 就是在假日做消费的话 有6%的现金回馈 可以刷3333元 所以我很建议你 如果你是在周末要出去玩 周末要买东西 推荐搭配买勒卡 然后有6%回馈比较好 但是它这个活动需要登录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每个月的1号 早上8点到当天结束之前 两次动动之前 一定要去它的官网做登录 没有登录到的话 就没有回馈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那 免年费门槛也很简单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一律免免费 所以这张卡片 也是非常容易去取得跟使用的 大家就不用担心 下一张 赵峰宇宙明星BT21卡 这张卡片也是最新推出来的 7月21号才上市的 那它在绑定LinePay 行动支付的时候 有最高5%的回馈 但是这个限新户 所以你在扫码办卡的时候 请你特别注意 要优先选择BT21 如果你先选择其他卡片申请 然后再来下办这张卡片 你就变旧户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一定要是以新户的资格来申请 这张卡片 你才可以拿到新户最高 就是有这个5%的回馈 新户就是2.1%的现金回馈 无上限 再加上2.9%的加码 这个2.9%的加码 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拿300 所以回推一下 大概是刷10344元 可以拿到最高 就是额外的这个300块 救户的部分就是比较少 0.6%加2.9%就只有3.5% 所以一样也是 一个月刷10344左右 就可以拿到 大概300多块钱的回馈 所以这个自己算一下就知道 提醒大家 因为赵凤银行 它可能还是没有很大方 所以你在用它的卡片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归零高 就是你如果是7月份的刷卡经济男 你要在12月底之前 要消费底掉 如果没有底的话 在明年 就是6个月过后 它就会直接失效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是我去看条款的时候 它有说明的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申请电子账单就免年费 所以它不困难 这卡片其实蛮可爱的 以后有机会就是帮大家做个开箱 因为我已经拿到了 很可爱 下一张 远东信用卡 远东信用卡的部分呢 推荐你使用 就是直接这张 就是这个快乐 快乐快乐够吧 远东快乐信用卡 这张卡片其实它就会 蛮basic 然后它有很多的优惠都不会被排除 比如说如果你用Banky卡 它就全部都排除光了 所以不知道这是私生子吗 就是远行就特别讨厌Banky 这样子 那这张卡片呢 你绑定在LinePay 有5%回馈 提醒你要做登录 这个每个月的1号凌晨过后呢 就可以直接到远东银行 他们的官网里面做信用卡登录 有登到之后再刷 那它的5%回馈呢 这个每个月上限200 所以你回推大概可以刷个4000块 都有这个5%回馈 那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远东信用卡呢 绑定在LinePay里面 那么我在Line礼物里面 买送给大家的这些 领券啊 吉祥券啊 通通都是95折 所以我都是用这个东西 帮自己再省下一点 因为大家每个月都会来 跟我兑换商品嘛 所以我都会购买这些 小七商品券来送大家这样子 或者是家乐福的礼券 那免年费门槛很简单 你只要有申请电子账单 就终身免年费 所以这你不用担心 有需要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上车 最简单 好 下一个 台信阿狗狗卡 台信阿狗狗卡呢 我个人不是很推荐的原因 是因为 它需要有低销5000块钱 那当然它的低销的 这个任列门槛很简单 缴税费也有 所以我通常都是 比如说我要缴燃料费啊 然后还是什么众所税之类的 我就会一笔 就是五六千块钱下去 这样我就不用管低销的事情 但如果是一般普通买东西的话呢 要刷到五六千块钱 有点困难 除非你要一口气买很多礼券 要囤起来或是干嘛的 不然一般人的话 比较不会去有这样的消费 所以这个低销5000块钱 我觉得有点难 我就不推荐大家使用 但如果你刷得到的话呢 一定可以 那你就可以用了 4.8%的回馈是月上线3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6250元以内 通通都是有这个5%回馈 那低销要5000 所以是5000到6250 活动时间是2022年的4月1号 到2023年的1月31号 所以明年2月开始 它又有新的规则了 所以大家都还是要持续的 去关注这个最新的消息 因为它会一直改一直变 这样子 你只要有使用它的电子账单 行动账单 或者是Richard的账户来扣交卡费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就不会出年费了 那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你就是先开一户Richard账户 然后再加办台信安康卡 这样最简单 下一张 华南银行的SNY信用卡 SNY信用卡已经跟大家讲很多遍了 请你一定要先开户 如果你没有开户的话呢 这张卡片你是办不下来的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 我可不可以先办信用卡 就好不要户头 不行 因为它就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开立 这个SNY的账户 那么你在申请SNY信用卡 才会成功 那这张卡片呢 它为什么说 它是绑定LinePay有5% 它其实是在网购的部分 跟刚刚介绍过的 这个玉山Uber卡一样 就是只要非实体过卡 就是5%回馈 那玉山是3% 这个是5% 其实润列非常的广 所以我也很推荐这张卡片 那包括我自己拿来干嘛 就是网络上这个注金eToro 或是IGMarket 然后还有这个我买 我在Kiva上面就是做小的借款 其实通通都是有算回馈的 所以这点真的是有点微妙 所以把它拿来绑定 来配做支付可以吗 可以而且有回馈 所以每个月呢 6000块钱以内就是直接5%回馈 超过没有回馈 那也提醒你一定要绑定 SNY账户自动扣角 然后SNYAPP记得下载 然后登录一次之后呢 再把SNY信用卡 你把它绑定在华银支付里面 你就可以拿到网购5%的回馈了 有点麻烦 但是呢 你只要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每个月都有拿到这个回馈 也算是蛮简单的 那申请电子账单 一样是不用年费 有任何年费的问题 打电话去跟银行反映 它一样会帮你减免 所以华南算蛮佛心的 还不错 下一张将来银行的将将卡 我相信如果你每周都有来看我们的节目 你会觉得天哪这个银行是怎样 就是怎么每一集节目几乎都有它 所以我就说嘛 这种5%的现金回馈 而且没有任何的门槛 其实不论是用在缴保费 或者是拿来这个做网购 或者是你拿来做绑定LinePay 然后海外消息 通通都算 所以它真的是一张很万用的卡片 所以听到这你还不办卡 那实在是太逊了 那它的游戏规则呢 就是从3月27号到8月31号 这个活动期间呢 都是每个月都有5%回馈 那9月起还有没有 这个我们就要在等银行没有公告了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别忘了申办之前 先去它的活动官网 去确认一下它的游戏规则 或者是时间有没有往后延续 当然回归机制很简单 就是你刷卡之后银行 银行会大概三天之后吧 就是厂商会来请款 那银行它就会把这个N点呢 就是一比例来 就是汇到你的户头 你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所以这个很不错 那5000元每个月呢 它是以日利月的计算 就是1号到31号 月初到月底 然后来计算这个5%的回馈 所以请你就是时间要抓好一点 那超过的部分 大概就是1%N点无上限 也是OK啦 那免年费门槛呢 它其实不会有年费问题 因为它是钱账金融卡 你的账户需要有钱才能够刷卡 所以当你这个开完户之后 记得要把钱汇进去 汇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刷卡了 就是比较简单 下一张 何故爱享乐生活卡 这张卡片我不推 不推的原因是因为 它需要有新增消费2999元 可是呢 它的回馈比例6% 其实是1%原始的 这个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加码的5% 但是呢 它在LinePay这个行动支付的通路 只给你每个月上限100 所以你回退一下 大概是刷个2000块 就封顶了 但是呢 除了这2000块以外 你还要再额外刷3000元 我就觉得 哦 这样做的话 不就是脱裤子放屁本 莫导致吗 原本就是希望说 绑定刷卡有回馈就好 但是你还为了拿着回馈 还要再额外多刷3000块 我个人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用 我就不推荐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扫码来 这个官网申请 但是呢 游戏规则你就要自己注意了 因为这个卡片我没办 所以我只是整理给大家分享 这样子 下一张 阳性银行的JCB 这个又是银行大小眼了 因为它有分新卡跟旧卡 如果你之前 就是今年之前 你已经有这张卡了 你就是属于旧卡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现在才申请的朋友 你就属于新卡 新卡最高就6% 那它这个新卡旧卡怎么算呢 一样就是1%加上5% 然后上限300 所以回推一下大概就是 如果你是新申办的 可以一个月刷6000块刷到年底 那如果你是旧卡的部分的话 可以一个月刷15000到年底 有3%的回馈 这个回馈刷卡进到账上 也OK 然后就看你自己就是要不要使用 申办电子账单就免年费 下一张 凯基银行的摩拜卡 这张卡片其实也很微妙 就是很多人都蛮喜欢它 我自己也有在用它 但是我用它都用在干嘛呢 我不是拿来绑定LinePay 我是把它绑定在举止支付 然后去小七来做缴费的这个动作 比如说这个水费电费 其实都符合规则 那你说把它绑定LinePay 6%感觉上也不错 因为我是旧户 如果你是新户的话 有8%也很好 但是它有一个低销3000块钱 而且你每个月1号到月底 30号或31号 就一定要在网络上面 每个月都要登录一次 你才可以拿到这个额外的活动回馈加码 如果没有的话 你的回馈率就比较差 所以它是有蛮多门槛的 你需要每个月登录 然后你也需要有3000块的低销 如果没有的话 你拿不到6%到8%这么高的回馈 所以这个要大家特别注意 那它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像花旗现金回馈 跟plus卡一样 就是它的现金点需要以300为单位来做兑换 所以如果你自己刷卡的金额没有那么高的话 你可能要累积2到3个月 才能够以300为单位慢慢兑换 其实也算是感觉上就是一个倒刺倒勾 就是勾在我们消费者嘴巴里面 就不是那么干脆 但是如果你要拿高回馈 你还是必须要照它的游戏规则走 年费的部分不用担心 你只要申办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下一张台中银行mysense又有预期卡 这张卡片我也不太推荐 因为它需要有额外的2000块低销 就是它给你10%回馈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你除了这3000块刷 刷3000块钱拿300块回馈 除此之外 你还是要有其他通路额外 就是再刷2000块钱 那就不是说单纯的拿来刷LinePay就可以了 那我就觉得感觉上不是那么的友善 所以这个我就提供给你参考 如果你有卡片的话 请你要特别去注意去使用它 活动时间是2022年的1月6号 到2023年的1月5号 然后注意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就可以了 申办电子账单一样免年费 好 再来这一张是我有在用的 这是赵峰的利多预袭卡 那这张卡片怎么用呢 其实很简单 它在每个月好像是月中的时候 大概每个月15号左右 或到18号 它会挑一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 然后让你去做登录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要做登录 那每个月好像有开放1000个名额 你只要有登录到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10%的回馈 这上一季的活动是 好像是给20% 比较爽 应该是说给10% 但是你可以刷2000给200 但是现在就是只有10% 但是也是刷1000块钱给100 就变得比较少了 它给的不是刷卡金 给的是小七100元抵用券 所以你登录完之后再去刷 登录之后活动可以想10%回馈 刷1000元就送小七100元 那小七100元会在两个月后 以简讯通知给你 那你拿到之后就可以拿去用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OK 因为我拿到的小七100元 我也可以送给粉丝 所以我就很乐意去刷这样子 那它的免年费能卡很简单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一样免年费 下一张 何故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又有联名卡 这是最新推出来的卡片 很可爱哦 那我还没拿到啦 有拿到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这张卡片它标榜行动支付最高11% 怎么来的 就是1%基本加码再加上10%的加码 这个10%的月上限是100 所以回推大概刷1000块 可以拿100的刷卡金回馈 但是它一样有个倒勾 就是勾着你的嘴巴 需要有新称消费2996元 大概就是3000块钱左右 所以如果你没有拿这张卡片 再去做额外的消费 或者是所有的通路加起来 有到3000块的消费 那不好意思 你这个10%回馈是拿不到的 我觉得有一个倒勾倒刺的这种规则 我就不是很喜欢 所以这个提供给你们参考 但卡片很可爱 我还是有办下来收藏 提供给你参考 怎么样才能够免年费呢 只要申办电子让单就免年费了 讲完了10%11% 接下来就最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17%回馈了 还没 还有一张Livebank快点卡 它目前有到最高11.5%回馈 活动期间是7月1号到9月30号 因为Livebank它在第三季其实全越来越懒 我就很懒的做一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那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 部落格的文章 我都有持续更新 但是影片我就不做了 因为这个很耗费精神 然后还要时间做这么漂亮的这个简报 我就不想做了 那活动期间呢 是7月1号到9月30号是第三季 希望它第四季可以败布复活 基本回馈只剩下1.5 海外是2.8 那它的指定通路有加码10% 那它就是1到5 好像是在这个 小7或者是OpenPoint的APP的通路 然后刷100 可以再拿额外10块钱 或者是你在Momo跟Line礼物 这两个是一起的通路 那你一样是刷100 然后可以拿到这个10点的LinePoint点数 那再加上基本国内的1.5 所以加起来最高是11.5% 就接近12% 但它不是无脑刷 它是要在指定通路刷才有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特别注意的 提醒你 如果你要用它的权益的话 你必须要到APP里面去转换卡片权益 跟国泰斯瓦的Cube卡一样 所以如果你不熟悉 或者不会用的话 你很可能就是刷了 但是拿不到回馈 只有1.5% 那就很可惜了 那因为它是签帐金融卡的关系 所以不会有年费的问题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最后一张是星光OU点点卡 星光OU点点卡提醒大家 一定要搭配星光OU数位账户 所以你没有户头的 请你先扫码开户 扫码开户完之后 再来申请OU点点卡 你才能够吃到完整的回馈 它的游戏规则就是 你在礼拜四的时候 用OU点点卡搭配LinePay 那么在LinePay给支付的 通路最高有17%的回馈 可以刷多少呢 可以刷1563元 然后次次月就会回馈入账 266元的现金 到你的OU数位账户 所以它这不是卡片的权益 而是他们额外加码上去 是吃OU数位账户资格的部分 所以刷卡的部分 其实没有包含LinePay 所以这一点的话 大家要特别注意 请你一定要先开户 然后再来申请OU点点卡 你这样子 你的权益才会是最多的 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因为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结论 听了这么多 我讲了17张18张的信用卡 你们自己有觉得 有没有什么好挑选的 像我自己最常用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那种无脑刷有高回馈 比如说将将卡我就很喜欢 那那种需要额外登录才有回馈 如果我没有在每个月的1号 有去做登录到 比如说买乐卡或者是原银卡 如果没有登录到我就不会用它 但如果我记得的话 我就会赶快登录完 然后提醒大家 大家一起来登录 有登到就用 因为其实我觉得NinePay的回馈 基本上5%我就会愿意用了 那如果只剩下3%我就不用 因为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5%以上8%10%然后17% 我觉得都很不错 但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细节跟规则 你需要去注意 所以请你们就是如果不确定的话 再回来看我们的文章 或者是我们的影片 然后来确认自己有没有搞清楚规则 不然的话你很可能刷了都是白刷 都拿不到回馈 那就非常的可惜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而且你身边有很多情友在使用LinePay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使用LinePay 省下最多钱的攻略好吗 我是宝可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